为什么要介绍这款包呢 因为进行客服反应 我们很多客户他不懂 说这里皱的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圆板 同样是会的 我们的做法 我们的工艺 我们的土料 海绵 蹄料 都跟这里是完全一致的 它这个灵格是非常自然的 有一点 我们这里都很明显 可以看到这里是 圆板这里是凹进去的这个灵格 是非常自然的 你捏的它可以慢慢会回弹 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捏一下它是非常自然的 也会凹进去 它是非常软的一种形态 的表现 非常软的一款 很舒服很舒服 市场它为了保持这里不皱 它是把这个灵格脱死 你可以看得到 跟人家翻一块一样很平 这脱死它怎么去弄它 它是不会出现什么痕迹的 对 复原就复原的很好 但是做法是不对的 完全不对版的 对 我们的每一个味道 我们的功力 我们的那个每一个材料 都是用的跟正品一模一样 对 圆板呢 这里呢 这比较 刚买的时候 它这里会比较 比较有肉 就像我们现在这种 这种形态 对 是点得很好的 有肉 因为它捏久了嘛 就有点那个 有点松 对 我们这里呢 这形态呢 就有点满是一模一样的 对 然后就是软度 然后还有这个Q度 都是一样的 对 不会说像这样子 这么顶 掐得很顶 对 就过于黑胖了 真的 吃产的大鸡 大鸡蛋到你们喜欢了 对 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这本包 我们清楚 小鸡蛋是做的 真是没有区别 完全没有区别 一直没有炒作 只因为很多客人 不理解我们的吧 再拿下来说一说 包包子的那个 终极味道 肯定是少不了 它的大鸡蛋 这个我们就是 称之 它为大鸡蛋 对 我们正面看 它是看不到 这个底部的 这里是 包包扭肉 然后跟棉盘是一模一样的 对 这里这条缝 我们就叫大鸡蛋 我们自己 自己替称乎的 对 是非常的一个 有点肉肉的感觉 然后两边呢 是有一点点 那个硬而肥 对 就像我们一模一样的 对 两边都是有一点这样子 硬而肥